民国六十年代完工通车的基隆仁爱桥是最早被检测列为围桥的 不过因为施工难度高,历经四度流标,终于在六月完成发包 由于临近中二桥及中三桥改建工程要到十月才能完工通车 为了避免对市区交通造成严重冲击 基隆市有方便预计明年农历春节后封桥施工 基隆市的仁爱桥因为经过我们的桥梁检测之后 发现它属于围桥的状态 所以我们其实从陆陆续续这几年已经开始针对仁爱桥的改建的部分 开始做相关的设计 那整个工程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已经顺利的绝标了 我们是希望在明年的上旬我们就能够尽快的来进行仁爱桥的改建 短短不到30公尺的仁爱桥不仅是仁武路横跨续川河的重要桥梁 上方更有基隆市往返中山高速公路的中正高架桥 因此在丰桥施工前半年的重点在于与地方沟通协调 规划交通改道方案 还有桥下管线迁移的前置作业 为了因应中二中山桥的改建 以及市区几个比较大型的工程的时间 等它定案之后 那我们也趁未来这半年 尽量先把两件事情先做完 第一个是有关交通改道的方案 我们要定案 那也要跟地方做比较详尽的说明 因为这个是属于全市性的一个改道 所以这个部分会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那第二个部分是其实桥梁的下方 会有非常多的管线在做护挂 那我们也会趁这半年的时间 先跟各管线单位做协调 让先把所有的管线先迁移开 那爱桥改建工期约270天 预计明年底完工通车 由于将踩全线封闭方式施工 因此将引导从中山高速公路 大业隧道出来的车流 分别衔接西岸高架桥 中正高架桥或下交流道后 执行校尔路进入市区 公车处方面也将配合调整部分公车路线 记者张启辰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